不到几分钟 露营车变身走动式旅馆 除了可以在车外用餐休息 里面的设备 除去沙发床 厕所 电视 遗应俱全 豪华程度一点都不输 高级半跌 可能在野营的时候 没有电的话 你就用瓦斯 那瓦斯就可以自冰了 像是这款托拉式露营车 号称是露营车中的老斯莱斯 有宽敞的双人卧铺 独立的沙发霸台 尤其铝和金车身 更打造独特的现代感 还有这种改装式车辆 根据顾客的需求 量身打造 有改装工厂专门打造露营拖车 从外壳到内装全部包办 连窗户都装有防虫网 不怕野外蚊虫钉 桌子则用气压式 压下去就多了一张床的空间 当初设计的时候 因为孙子很喜欢上铺 他觉得上了上铺以后 就很像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儿童乐园 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上铺 只不过露营车种类繁多 从最便宜的改装式 到可以分离使用的拖拉式 甚至到一体成型 价格最昂贵的自走式 价格从几十万 一直到五百万以上都有 针对露营车玩家 不同的预算需求 抢工目标可群 我们这个拖车 实际上它是比较方便 因为你去到一个定点之后 你可以把你的露营车放下 你也一样可以开着 你原本的车的四处去逛 越来越多爱好者 选择砸钱打造专属的露营车 不仅不受时间限制 自由掌握在手中 加上露营车种类繁多 不管是自走式 拖拉式 还是改装式 各有特色 也让露营车爱好者 多了更多选择 记者区路要去吃 台东报道